因为我啥啊 因为你啥 最近咱们小区 频繁出入一些贴小广告的 上门搞推销的 最可气的是上门搞推销的 当当当一敲门 业主一开门 进来个卖菜刀的 手里拿这么大一把菜刀 你对人家业主害怕不害怕 把这个事告到总公司了 公司已经通知我了 扣我一个月奖金 呆 呆 呆 严肃处理 我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对你们疏于管理 不要想 你这个月奖金也被扣了 因为啥呀 因为该 我因为啥该呀 你因为啥该 咱们小区一共三个大门 两个大门都没问题 你看看 我总监控里掉的 就你这个门出现了问题 是是是 这个人 第一天帮阿姨扛菜 我让他进来 第二天帮大姨扛水 我让他进来 第三天 他谁也没帮 那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跟我混手了 你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 挨什么挨呀 挨什么挨呀 带好 想起一步 走 这衣服咋还不扣扣呢 扣上 像个什么样子 把帽子戴好 你往下戴点行不 你往下戴戴 戴不进去了 你这脸怎么这么长呢 我问你 战岗的口号条例是啥 认真知情 认卡不认人 卡是什么卡 出路进门卡 人是什么人 出路的各种人 啥意思 就没有卡不让你进 好的 从现在开始 没有卡 任何人不让进 那要是熟人呢 熟人也不行 就是亲爹也不行 要是你亲爹呢 那也不行 我亲爹也不行 领会精神 几人不几人呢 小脸 你别赶了 天长得多穿点啊 主家 我 我是你熟 我跟你不熟 你认识我 认识 我们赵经理的岳父大人 但我们找不过 那我明白了 是不是 卡的事 那个我 出来我 我一时疏忽了 我下回 下回我一定改 我保证拿卡 这回我刷把脸行吗 不行 你故意说了 就是他亲爹来 没有卡也不让进 你不是还你没跟着 你不是赵经理 是不是跟你说 他亲爹来不让进 我是他岳父 也不是亲爹 范叔你还真给我问住了 有点 你这么的我请去一下 赵经理 赵经理 我是于小脸 干啥呢 我这开会呢 那个 你刚才说 你亲爹 要是没带卡 他也不让进 对 但假如 你老让人现在在门口处着呢 没带卡 让不让进 那也不行 领会精神 你这不让你进 你说他这人怎么这么省 爸 爸 爸 我妈在家等你呢 赶紧回去吧 我不是没带卡吗 爸 这物业通知多少回了 不带卡不让进呢 你不带卡了吗 我带卡了 你把我带进去 走 咱一块进去 站住 带卡 这不是有卡 咱们那俩人使一张卡进呢 咋的啦 看着写咋的 一车一杆 一人一卡 俩人使一个卡 不让进 俩人使一卡咋的啦 那生孩子 还有生双胞胎的呢 那你俩也不是双胞胎呀 我们俩是无共的孩子 这你这意思 如果我一个月不带卡 我一个月就不能回家呗 那就跟他分析了呗 我告诉你啊 我不但是业主 我还是物业的家属 他是赵经理岳父 我是赵经理媳妇 你让不让进 让不让进 你又把我问住了 我再请问一下 赵经理赵经理 我又是一句小脸 干啥呀 开会呢 假如 你媳妇也没带卡 在门口处着呢 让进不让进 你怎么那么多假语呢 领会精神 我得和精神 领会精神啥意思啊 就是不让你俩进 这边看见卡了怎么就不让进 怎么就不让进 这这这这这 不是这这这么对吧 要不我出手 好不好 你们俩呢 石头剪刀布 哎 三举两兽 谁用得给你 来吧 爸来 石头剪子 我跟你玩呢 你这么对吧 你妈是有急事 我也得找我回事 这么对 我把我拿这卡线进去 你就刚才给你送卡了 行行行 钢子钢子到北门来赶紧的 快点来 哎哎 看这边有卡了啊 请进 我卡了我还不早就变门了 把大门给我打开 走大门 有卡任性 哎呀我忘点事呢 还对我没啥事啊 还对我 还对我 进不去了 看什么呀哎哎哎哎大姐大姐 这回是真卡的了 卡在里面呢 不要翻开好不好 不要翻开好不好 哎哎哎哎哎哎哎大姐大姐大姐 咋回事啊 爸 卡住了 怎么卡住了 看不出来啊 爸生气呢 因为啥呀 因为你不让你老张儿回家 你过来 你过来 刚才你跟我通话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在旁边呢 你告诉我啥来呀 你不是跟我说是假如吗 那你不会领会精神呢 赵哥哥 爸 你等你晚上回家来 我让你好好领会领会我的精神 我这人就是精神不好 赵哥哥 把卡给我 我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咱俩分居 不是 你分居那我睡哪儿啊 睡沙发 你等着今天晚上睡沙发吧你 你管他 一会儿我回家 我就把沙发开了 我让你睡 不是 那个 爸 在这里 干得漂亮吗 漂亮吗 漂亮吗 他俩没带卡 我没让他进 你看漂亮吗 漂亮吗 漂亮吗 你看我非常漂亮 高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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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不行的了 我笑一个呗 我笑个屁 我笑 我都睡沙发了 我笑什么叫啊 我跟你说 我看出来了啊 你给我赌气呢 是不是啊 你坑我呢 是不是啊 你现在满脑子全是坏水 你先等一下 我脑子里确实没有坏水 听到我肚子里憋了浴袍水 我 你帮我定一会儿 我上次从马上回来 人家 来得这么急啊 赵经理 忙着呢 您好 您怎么来了 来简单工作来了 我下来走走 好 我听说你们这小区业主投诉 你们这个站岗不严 你这大经理亲自站岗 这多好啊 您能批评的对 是我们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们疏于管理 但是您放心吧 我们现在已经加强管理了 我们那个保安呢 他肚子不舒服 他上洗手间 我替他站一站岗 这就对了 咱们这些做领导的 就要好好的关心 这一线的同志 是 对了 您腰好没好啊 我腰啊 好多了 您看这事您还记着 我能记不住吗 我今天给你带药来了 下班前呢 你到我那去一趟 把药拿走啊 然后咱们俩好好聊聊天 行行 说实话 时间长见不着你 我真挺惦记你们的 我也挺想念您的 那行 那我先进去了啊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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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 我好烧 你烧出家 不是 哎 你干啥呀 干啥呀 干啥 他没得卡呀 他不用卡 他不用卡 你干啥呢 你在这 你干啥呢 我没得卡就不上金 他不用卡 我捋捋啊 我捋捋啊 你等我 我捋捋 他没卡下去 啊 刚刚你老丈人 忽吃忽吃的 你帮他出去 把你媳妇忽吃忽吃的 他在手里剪得住 啊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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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出来了 没卡 你先让他借 臭表脸 我都听到了 我想念你 我也挺想你的 哎 你弱得不好 哎呀 我应该给你等药 红正了 哎呀 赵经理 赵经理 万万没想到 你怎么是这种人呢 快点 快点 小的来了 等着吧 哎呀 李总啊 哎呀 李总来了 哎呀 他想你了 哎呀 挺好的吧你 挺好的 你们俩认识啊 认识啊 我俩常在一起 我俩好姐妹 来 高手 来来来 你跟老弟讲讲 用的什么招 让他俩处理这么好 活八道什么呢 你活八道 别说了 这是咱们总经理 总公司的老总 对 他是钢子的直接领导 下手 你下手 我跟他一腰啊 那他都 哎呀 前两天咱们小区 就有一个业主车坏了 我不是帮着台车来着吗 哎呦 那完了 赵经理 啊 你看我不顺眼 把我奖金都给扣了 那李总 我没让他进呢 这个约工资 那不就扣没了吗 我为什么要扣一工资啊 李总好 你做得很对 你教育小脸吧 赵经理都给我介绍你了 说你人哪非常好 是 你跟着赵经理好好干 肯定有前途 是 说我好 怎么的 不要脸的那就不能说你好吗 行了李总 你上我们家坐会儿吧 行啊 我去看看老人 行 走走走 那我们先回去了 刚才早点回去吃饭啊 好嘞好嘞好嘞 慢走啊 哎呀 听着没 赵经理听着没 听着没 他说我 你可真好 我这我这一认真工作 我这还受到表扬了呢 赵怡啊 你看见没有 只要你认真工作 谁都会赏识你的 我知道你今天跟我傲气 不就为奖金的事吗 我告诉你吧 你的奖金呀 没有空 我是想给你提个想 吓唬吓唬 我奖金 没空 没空 放心吧 啊 我用我的小拳拳 我吹你凶啊 哎呦我凶啊 啊 现在知道我好了 我不行 我这人不要脸 我不是个人 你误会了 小鱼啊 我跟你说实话 今天这事其实赖我 为什么呢 我工作太简单了 其实我应该跟你好好谈一谈 你看 这人干工作呀 他就是个心情 你心情好了以后 你工作干起来 你也会带劲 赵经理 啊 你说的太对了 啊 哎 我现在心情就是这样的 是吗 我一开心了 我工作状态都不一样了 我现在就想快乐地工作 好 小鱼啊 哎 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非常之后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认真工作 这卡不是人 好样的 这我就放心了 我进去了 再去 你没有这种卡 哎 我没卡你哪知道呢 你刚才那卡呀 给我扫上了 哦 那我这个经理的工作证行不 哈哈哈 哎 好 经理好 行 哈哈 哈哈 小对 真好气 哈哈